我很早就認得蔡奇昌了 真正跟她相處2008年 我剛接民進黨黨主席的時候 她就是我的發言人 那時候的感覺就是 蔡奇昌很會講話 而且腦筋很清楚 她反應很快 她就是一個聰明的人 但是每次碰到一個聰明的人的時候 你心裡會想說 這個聰明的人什麼事情都很快 她有沒有好好在家裡想事情的時候 因為太聰明了 不用太想事情 她有沒有想事情的時候 她對於人生很多的事情 她有沒有去體會這件事情 這個問題我已經問了自己好久了 但是這本書給我完整的答案 有些書是好書 必看書 而且一定要看的書 跟你的生活 跟你的工作是絕對有關的 有些書 你看半個鐘頭要休息一個鐘頭 有些書 你就一氣呵成把它看完了 各位猜這本書是哪一種的 我花半個鐘頭就把它看完了 非常好看 這本書是一本好書 可以看得出來 齊昌對台中滿滿的感情 雖然她一直想逃脫這個地方 但是總是沒逃脫 從讀書到工作都在這裡 你大概命中注定就是在台中 她也沒什麼抱怨 反而是有很深的感情 海縣道屯區 山縣道市區 都是有很多她的記憶 台中對我來講 她是一個有很多味道的地方 在她的老的縣區 比如說在山區三層裡面 她有她的風情 市區更不用講了 市區裡面每一種歷史所累積出來的文化 真的 台中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當然除了這些好玩好看好吃的東西以外 她後面帶來的是一個城市 她必須要進步 城市她必須要建設 住在裡面的人 她覺得她是一個宜居的地方 而且是充滿機會的地方 那就是一個城市治療者她的責任 我覺得一個好的治療者 必須來自對這個地方的認同感情跟了解 所以這本書就證明了 我們蔡其昌是有罪一些的認知感情 而且她在她的立委任內還有副院長認為 她確實替台中爭取了很多的經費 也有很多的建設 在她的立委任內協助完成 所以我想蔡其昌對台中 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不論她擔任什麼角色 但是她現在做立法院副院長 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她的角色轉換之間 代表了她的人生不同的階段 也代表了她走向一個更成熟的人生 蔡其昌是看得越久 越有味道的人 蔡其昌是越立越 她就是一個越成熟 而且讓人值得安心可以託福的人 所以我們是不是謝謝蔡其昌給我們寫的這本書 那我們也祝福她 謝謝